大人哥 昨天台股好不容易占上季限 结果今天又跌了 是啊 不过如果注意看的话 它还是收在季限之上 那后续上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要请看今天跑解盘 欢迎收看忍者无敌 大家好 我是诗伟 在我身边的是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诗伟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接近 明天已经是10月最后一天的交易日了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在问说 怎么样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而且很多手续都在加紧的承办当中 所以要请有兴趣的朋友 要赶快加入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了 请大家可以加入大人哥的LINE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请你留下姓名跟手机 告诉我们你想要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我们会尽快来帮大家安排 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拨打 电话是0800668085 明天就是10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要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机会 台股今天虽然是下跌的 但是依旧继续是在季限之上 接下来的万七公事即将开始的时候 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逢低不值 而且重点是 这个月就是大人哥月 很多大人哥的股票通通都上涨了 尤其是智元 智元今天又涨停板了 你也心动吗 你也想要换股票吗 请大家赶快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今天的台股除了智元涨停板之外 还有很多的台股重要讯息 要请大人哥来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好 思维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因为其实最近确实是还蛮多投资朋友们在加入我们获利的团队 那不过我发现一件事情是 好像最近大家还蛮常问大人哥一个叫做必考题的 我今天就这边再跟大家再重申一次 再说明一次 再说清楚讲明白一次 那当然这个时间点 他会问一件问题是说 大人哥大人哥11月要去缩表了 明年要去做升息了 那这个行情来说的话到底是该看多呢还是该看空呢 或者是说呢这市场上面的资金会不会就这样子去做缩手呢 那行情就不会再往上涨了呢 那这个应该是或许你也是真的想问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自己知道答案了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啊 就是说其实Fed现在这个时间点早就已经告诉大家说 我要做什么了 所以说呢11月缩表大家都知道 然后明年9月第一次升息大家都知道 所以前一阵子的行情或者说最近的行情的话 也是提前正在反映这件事情 所以包含像美股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只要美股在创高 或者是说只要在美股在走强的过程中的话 台股自然不会寂寞 那可是为什么在8月9月的时候美股会先做下跌 让台股一起做拖累这样下滑呢 原因的话也是因为大家在去做一个提前的预期 所以让这个提前的预期这件事情已经成真了 那也达到了Fed这样的一个目的了 所以会看到最近的美股的指数都在创下历史新高 不能说都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道琼跟S&P500都在创下历史新高 那SAC指数来说的话呢 这个时间点还没创新高 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有一些脱油瓶正在这个时间点还在做下跌 所以目前看起来科技股的走势 是略微分歧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可是如果就目前看起来一个大方向大行情 景气复苏面来说的话是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接下来行情的话就是震荡往上的这个乐观的预期 依然可以来做看待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在最近在跟大家做一些 行情推演 行情推导跟行情解析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讲了很多很多 像我们洋洋也昨天在留言板上面跟大家说 而且真的当然一个苦口婆心 因为我真的是跟大家提醒了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回来到目前的台股的架构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是 这个时间点叫做是 虽然在这边去做盘底了 虽然要准备去做上工了 可是在每一次上工的过程之中的话 会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是 啊 预压它就是压 然后预压它又是压 就是看到月线有没有 月线它不容易站上又跌回来 然后甚至这边又是预压它又是压 就是到万七的时候又在这边整理整理整理 然后到昨天的时候 好不容易再重新再回到了季线 和所有均线之上了 那今天的话感觉又有那种开高走低 然后又收跌了32点 那今天的成交量的话还有3144亿 那可是呢如果大家细看一下 今天的数据的话会发现 哇塞真的是精准控盘啊 那个精准控盘是什么意思呢 竟然是17041.63点 然后今天的季线的话是在17041.45点 也就是说今天就是准准的 这个就是收在月线 收在季线的这个位置上面 那收在季线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其实对于后续的行情来说的话 我觉得依然是一个叫做是震荡偏多 这样的态势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在行情依然还在这边 做一个震荡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们也不断跟大家提醒 这个时间点的第四季的很重要的操作的三个策略 就是说呢做梦行情依然在做启动 那你会发现有一堆的标股 突然在这个时间点出来了 那这种标股的话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你就是不管红达店也好 不管是台阳这种那个什么 低轨道卫星又有元宇宙这些的都好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这种个股的话 你就扎扎实实的用 所谓的技术面去做操作 因为他们的本业 他们基本面一定都是亏钱的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明年有多好 明年有多棒 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个梦 梦在那边 他就是一个做梦行情的启动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还有一个叫成长股的轮涨轮动 那轮涨轮动的部分的话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像是刚刚思维有讲到的 像资源啦 IP族群是我们这个月份的 很重要的指引的方向 然后其他像是ABF载版啦 或者像是一些很棒很棒的个股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做相关的 再做一些相关的细部的提醒跟说明 这就是类股轮涨轮动的方向 那另外一种的话叫做是挫杀 超跌的个股的一个 就是跌升之后的买点 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那或许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 再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醒 那这就是我们第四季 应该要把握的三大操作策略的方向 那但是呢 我也还是一样再重申一句话 叫做是就算行情再好 那有一些个股 因为这个时间点叫做量缩是常态 这个时间点叫做是预压它就是压 所以拜托拜托 那个把握好好换股的时机点 还是必须要去做操作的部分 好 那要请教一下大人哥 因为最近科技股的重量级法说会举办频频 昨天联电法说会是释出好消息 结果今天联电的ADR是有上涨的 但联电今天收盘却是下跌 另外还有昨天友达的法说会 也是相当精彩 但今天友达成交量不仅很大 而且友达的表现盘中也一度的涨停板 怎么法说会会两样情呢 完全不一样的状况怎么回事 我相信一个思维问到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因为最近真的是这样子一个状况发生 那甚或是我们昨天的时候也在我的留言板 YouTube这边来跟大家讲 因为好多人在我留言板问的那个什么 6202的盛群 那为什么那个盛群 盛群也是开完法说会之后就跌停 对啊 就直接跌停了 然后到今天为止的话 他就是等于说还在创近期的底部去做测试底部去 那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分析过了 因为盛群他就很难去承受到金元代工的涨价 因为就算他是联电集团 看起来联电对他也不太客气了 就是还要对他涨价 所以造成他一些竞争的压力 所以造成了他MCU 好像车用应该是蛮成长的啊 那他的前三季很棒啊 结果他喊说 第四季似乎有一些库存的状况 明年的话似乎也比较不是那么样的 他就没有那么样的乐观的状况了 所以他也跌了 然后呢可是他也带都带衰了其他的相关的MCU的族群 那我们昨天跟大家分析过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说 因为其实盛群他并不是所谓的 那个所谓指标或龙头的这种产业的大厂 那你还是要看一下整个产业的方向为准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盛群他确实是比较疲弱一些 可是如果是那个打底完毕之后再转强的话 我觉得也是OK的 所以可以再继续看待下去 所以这是昨天跟大家提醒过的 然后可是如果像今天或者像是 这就是昨天的开法说会 两家很重要的重量级的公司 那第一家的话就是联电 然后第二家的话是友达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也在我们盘前提醒的上面 有跟大家讲到说联电法说会的一些重点 我觉得联电的法说会真的很棒 非常非常棒的法说会 因为它也指引了产业的方向 因为上个就是那个10月15号那天吧 就是台积电法说会的时候 也让整个半导体的景气 有很明朗的成长的方向出现了 那昨天的联电的法说 它也讲它拥有涨价的效应 所以它的第三季的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那最后经济的话也创下历史新高 那一季第三季光单季就赚了1.43块 所以这是很漂亮的数字 如果照这样走下去的话 你今年赚个4块多 明年赚个5块多的联电 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就是晶元代工 或者说这就是现在我们目前可以看得到的 这样供不应求的整个半导体的 趋势成长的方向 依然没有改变 那为什么今天的联电会去跌呢 那当然我觉得原因还是因为说 因为我还是跟大家讲一句老话 就是这时间点你要做台积电 你要做联电 真的不如去做它的受惠族群 像台积电讲了N次 讲了N天 我再把它缩小一点 你会发现这个600块 这个附近的位置的话 几乎就是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地方 所以基于所谓的资金的效率来说的话 你买台积电 你不如买台积电的受惠股 像那个IP最近标翻了 那个力旺也标 爱普也标 世新也标 创意也标 它都是台积电的相关的IP厂 那今天的联电也下跌了 可是我觉得说这个时间点的联电 依然是超跌的联电 因为明年如果会赚5块多的联电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点又回到了12倍本益比附近 就是很便宜很便宜的地方了 可是问题是便宜又如何 不动就是不动啊 所以它今天又跌到了60块附近 60块以下这个位置了 然后结果没想到呢 它的IP厂也标翻了 那这个是3035的资源 今天又在涨停摆 天啊它已经快要200块了 我真不敢相信 而且你知道吗 仔细看一下时间 它是从10月初的时候起涨的 已经涨了整整块要100块了 是啊 然后呢 很夸张 是的 没错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其实原本我昨天前天有讲说 那个因为如果是短线上面涨多的个股的话 它在法说会前的时候 会有那种所谓的利多出镜 短线上面利多出镜这样的一个声音发生 所以那天它确实也跌了 跌了7%多 然后结果没想到开完法说会之后是前天 然后昨天的话是 昨天的话是直接上工涨停 然后今天的话又在涨停板 那我昨天也讲了很清楚啊 我就说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资源 已经是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那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强的原因 当然不外乎是因为行情带它上去的 为什么我说行情带它上去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之前的行情交流是震荡 或者行情在一个比较偏弱势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利多出镜的 这个过程的话 它会拉回的幅度会稍微重一些些 或者会升一些 可是现在行情交流是好啊 现在行情交流是正在转强的过程之中 所以它根本不让一档个股 有回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它就一回了之后马上就说创高 因为资金太有效率了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投资 就是在操作个股一些操作的部分来说的话 你还是要留意所谓的资金的效率的这一块 那另外的话呢 顺便讲一下资源 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实我一直在讲所谓的换股换股这件事情 其实发现一件事情是 这个也有把它那个 最近有很多来询问要如何加入大人 跟获利会员团队的朋友 其实都是发现自己的亏损 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扩大当中 那提早换股这件事情 的确会真的帮助大家减少亏损 而且可以更快的赚钱 是啊 那因为其实那个 如果你有看到我们前几天的节目的话 其实早在10月初的那时候啊 我就跟大家说10月1号那个时候的联电 那时候的资源 更正那时候的资源和阳明 就都是在107.5到108块附近嘛 那个其实有图有真相都可以看到的 然后可是呢 那个一个礼拜过去了 然后一个礼拜过去的话 你就发现说 那个资源继续往上涨 然后呢阳明继续往下跌 对 然后呢结果又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又两个礼拜又过去了 然后我们到上个礼拜为止的话 就跟大家说 光10张的来回的价差 那资源跟阳明的话 已经是可以差到87万了 因为资源继续涨 然后阳明继续跌 那如果再看今天喔 今天这个数字的话会更夸张一些些 因为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看到了 涨停板的资源是196.5 是 那今天的阳明的话 26.9阳明 今天叫做90.6 90乘以2是180 那3035是199 所以已经变成是 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过 两张阳明等于一张资源 对啊 因为之前是一张换一张的阳明跟资源 可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已经要用两张的阳明才可以换到一张的资源 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不到的时间 试问你真的换得下去吗 我最近这几天其实有那种感觉 就是说那个有会员朋友们来 请我帮忙换股的时候 我就说你还是要换啊 你就是用市值换市值 价格换价格的方式来换啊 那他们就会想说 那这样好痛喔 这样换得下去吗 但是我还是一样 哭口婆心跟我们的会员去做一些 相关的提醒跟丁宁这样的部分喔 所以现在换海来得及吗 应该白话文是这个 当然是 现在换海来得及吗 当然是来得及 但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已经不会跟大家说 你用所谓的阳明去换资源了 因为你很痛 那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很老实说叫做是 资源已经在短线上面超涨这个过程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资源叫做是 你去换它 会有点像是那个风险会大于报酬的 就是潜在风险大于潜在报酬的 这样子一个状况了 但是我们有更好的股票可以换啊 有吗 当然有啊 很多投资朋友问说 有吗 大人哥那除了资源 还有其他股票可以换吗 当然啊 我们就是尽量 尽可能就是把就是那个 好的股票换 就是好的股票帮大家去做找出来 然后让你不要 不要很就是很犹豫很痛 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 去帮大家去做一个换股 然后让后续的一个资金 更有效率的运用 是这样子的部分 那另外我也顺便再补充一下 就是那个有答法说的部分 因为我们当时时间又不太够 来 有答法说也快速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其实我这几天有跟大家提醒到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这些公司 这些超跌的股票 他们已经是接近到 所谓的超跌的过程了 那超跌的过程之中的话 比方说像有答 昨天也开法说 那昨天法说也超漂亮的 因为昨天他也说第三季的季报 那那个一季可以赚193亿 那一个就一季的营收的话 有大概990亿 也就是表示说 他一个月的营收是300亿 然后呢一季可以赚200亿 那一季的话好饶舌 来 没关系我们直接看答案 一季的话可以赚到2块钱的这个EPS 所以如果照2块2块2块这样赚下去的话 明年的友达很有机会可以赚到6块到8块钱左右 保守算6块就好了 那6块钱的友达 如果你看他今天这个股价来说的时候啊 会是一个状况是说 啊 那个今天的友达才19块 就算涨停好了 就算涨停我直接抓20块的话 是6 4 24还不到4倍的本益比 那当然就是我们好像跟大家说过的 他就是看面板就看报价 你不要特别管所谓的所谓的本益比 可是如果真的所谓的 那个股价净值比的这样的角度来说的时候 他也是到一个抄跌的阶段了 所以我们在最近才跟大家提醒到就是说 其实你会发现有真的很多很多的股票 包含像是货柜那个 藏货鸭蜜万海 这时间点的话 他们叫做是已经在一个到盘底打底的过程了 那该不该换 我觉得应该继续换 原因是因为就算 他们是叫做盘底打底的过程 那这个整理时间也会拖长 他们不会直接V转向上 那我就继续再画一个叉叉给大家看 那这种V转不会有V转直接向上的这个状况的话 有很多的族群都是这样子 包含像是货柜是这样子的 然后来2603的藏绒 也会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说90块会是它一个打底区 那可是它真的很难就直接往上空上面去 然后万海也是一样 它就在打底区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面板也是一样 这里虽然看起来好像试图要去做转强向上 可是这个整理时间来说的话 难免也会拖得稍微久一点点更长一些些 所以这是友达也是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个股的话 我们自己也跟大家说过了 像是这种驱动IC的部分 也会发现它就在这边去做打底盘底 虽然不再破低 可是整理时间会拖得稍微长一点 稍微久一点 那你问我该不该换 我觉得一样是该换啊 因为它在盘底的过程之中的话 很多的股票正在这个时间点去做创高啊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在做一个指引的方向 那另外的话呢 那个大立光也是前几天有跟大家提醒到的 因为大立光这几天在开法说 诶 根正这几天的话是在做库长谷 那库长谷的那个第一天 它就真的送它的一根爆量的十字线 可是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它就是一个很辛苦的前谷王 它就算当天涨的奇葩多 可是呢这个整理时间也会拖得稍微久一点点 稍微拖得长一点点 所以也不要期望说大立光能够直接向上 一样化叉叉 然后呢大立光就在这边就盘底盘底盘 盘了之后再在那个可能再转强霸 或者怎么样 但是在这个盘底的过程之中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个股都已经在就是说创高了 所以这就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醒 我觉得就是最近的法说会指引了一些很棒的产业方向 那半导体依然成长 然后面板的话至少这个地方不再跌了 就是那个可以看到的是 已经是跌出一个合理的评价的地方了 可是整理的时间的话 还是会拖得稍微久一点点这样的现象发生 好 这是跟大家来聊到有关于最近 一些个股表现的部分 那我们的YouTube是有开放留言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也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来请教大人哥 那我看到有好多朋友在上面留言了 比如说有人问到了 汉磊有人问到林洋创新 那大人哥要赶快来帮大家回答一下 时间有限我们就赶快调重点回答好了 来 因为其实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最近应该蛮多的投资朋友们 是新加入的我们的YouTube的会员 应该说YouTube的粉丝 或者是说加入我们的LINE跟Telegram的粉丝的 那都欢迎大家来做加入 那在欢迎大家加入的时候 也欢迎大家就是多把我们之前的影片 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浏览 因为我觉得我的影片跟别人真的都不一样 因为别人的影片都会每天跟你喊掌停再掌停 可是我会尽可能就是把跟教学带观念的方式 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分享 那当然也欢迎做留言啦 那但是有一些是如果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的题目的话 我恐怕就会简单带过 那比方说有人问到是林洋创新 那林洋创新我特别讲一下 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说我看好林洋创新 它转型到车用镜头的这一块 可是最近的林洋创新在跌 它在跌什么呢 其实它在跌的一个原因叫做是NB的试矿 那NB的试矿的有一些杂音是因为景气在复苏的过程 所以造成了这个时间点啊 有一些NB的股票都在跌 那可是在再跌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讲坦白一点 我还在看我们研究团队还在看 明年的NB的成长的动能到底是如何 可是你可以先用现行的角度 看看说这张股票是不是已经走一个叫做是落底打底的过程了 比方说林洋创新 有可能有机会 我认为有机会在这边去做一个盘底打底的过程 那它盘底打底过程之后会长什么样子 你看我发现这边 它就在这边这附近100块 100块到134块这附近做打底盘底了 那如果当它真的有所谓的盘底打底完毕之后 会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带过几档个股 比方说我常常讲的那个华硕 那它就会像这样子哦 就是如果一档个股当盘底打底完成之后 它就会开始去做转强向上 因为它真的是超跌 它真的是打了一个不错的底部 所以华硕那个我觉得依然是看好的部分 那我一样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台NB 或者我准备要换新的NB的话 也是会朝着华硕来去做换那个星际的这个部分 那甚至像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种超跌的股票啊 像技嘉也是啊 那技嘉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前一阵我们跟大家提醒的时候啊 就是跟大家说超跌了 结果我投心就进去买了 因为你看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在这边80.5不破 然后80.5创低点之后 打了一个底部然后到85块这边又不破 它就上去了 那它也是超跌的超跌的技嘉 甚或是像是2458的益隆电 我比较少讲它 因为它的股性比较麻烦一点 是比较牛一点点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有一些股票 当它在打底之后 就会用这个形式来去做转强向上 就是不再破底了 然后就看起来有一根 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盘上去的 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那这个都是打了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这样一个底部 才有办法去做转强的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如果你的股票刚开始就是 那个就是等于说 它刚开始整理了 那或许还是需要 那个你要嘛就有耐心的等它 如果你真的没有 你不想要在这边耗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叫我直接帮你换股票 所以这个可以提醒大家的一个方向 那我觉得最后还是要跟大家 提醒一件事情是说 你会发现这时间点 要是创高的股票一直跑出来 然后呢 轮涨轮动的股票一直一直跑出来 那这种连这种最弱势最弱势的股票 也都不太再跌了 甚至像是友达也不跌了 甚至像是驱动IC也不跌了 4961 来 4961 更正来 然后天宇也不太跌了 然后那个货柜最弱的货柜也不跌了 所以它就代表的是一个叫做是 行情正在走一个回稳的过程 或者行情正在做一个慢慢缓步 电高很辛苦的电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虽然遇到压力一样压力 虽然好像是量缩是常态 可是我们正在走一个景气复苏 跟行情走向一个 第四季传统的一个偏多的这样一个季节了 所以依然还是提醒大家 那如果你要把握这一次的行情的话 就好好换股 然后好好把握这次行情 那接下来的操作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带着大家来做获利的 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的标股 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了 趁着明天就是10月最后一天的交易日了 请大家要赶快的把握时间跟机会 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每一集节目 都在YouTube上面留着 而且我们的留言板也都是开放的 你都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大人哥 曾经说过跟看好的股票 一直屡创新高 包含了ESKY现在变成了千金股 包含了智元 它从100块涨到了200块了 接下来即将又要再创下新的记录了 还有像是威风电子 我就不好意思讲了 它从400块又涨回到了将近500块的部分了 就会觉得说 很多操作威风电子的朋友 跟着大人哥都一定是没错的 好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真的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机会 因为大人哥所说过的股票 几乎都有很棒的好表现 更不要提彭尘强帽 好多大人哥的标股 说都说不完 还有像是汉蕾 所以请大家要赶快的来加入 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跟着大人哥一起来逢低布局 好好的来把握一下这一些的标股 你可以在Liott小老鼠DAREN888当中 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 就可以来尽快询问怎么样 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或者直接拨打电话 想想想看现在两张的阳名已经可以换一张的支援了 两个差距在10月初的时候还不到这么大 现在10月都还没有结束 两个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到了两张阳名换一张支援 你还在等什么呢 耗损的可是你真真实实的金钱的资本呢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赶快跟大人哥一起换股 除了支援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好的股票啊 一千多档的台股怎么可能只有一档支援呢 当支援已经飙高的时候 大人哥还有很多很棒的股票 还没有开始呢 所以要请大家赶快来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了 请大家拨打0800668085 加入大人哥的获利会员团队 越早完成入会手续 越快跟着大人哥一起来布局 我们也非常谢谢陈坤仁分析师 感谢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